第5522集 好了 人都到齐了 现在出发去引导 你们若是害怕 可以马上下船 但收了我引导好处的 要把东西全部吐出来 风使者道 船上的舞者大概有一千人 绝大部分都收了引导好处 现在听到风使者的话 也只有无奈苦笑 低下头去 就算他们想走也走不掉了 毕竟那些瘦瘦的好处 早被他们背后的门派 全部瓜分掉了 夜晨倒是无所谓 与舞瑶下若雪 魏影叶洛尔四女 坐在甲板 依在船栏杆上休息 舞瑶很是亲密地 依偎在她的怀中 这天舟上没有船舱 所有人都只能在甲板上休息 风云二世催动天舟 就与离开羽黄天界 拾网引导 谁敢带走我家傲雪 骤人 远方天际传了一道暴怒苍老的声音 正是羽黄古地的声音 义父 羽黄傲雪吃了一惊 望向天边 只见天边气流爆炸雷鸣升阵 一只惊天大手 从黑夜云层间暴杀而下 向着天舟镇压而去 这正是羽黄古地的手掌 他应该是在闭关 没有轻易现身 但降临下一只手掌 也足够彰显出 他的先帝神威了 在羽黄古地的手掌镇压下 那艘巨大的天舟 如一片叶子般雷弱 在虚空中飘摇不定 眼看就要被羽黄古地的大手 硬生生地碾碎 夜晨吃了一惊 看羽黄古地如此猛烈的模样 怕是天舟上的人都要全部被碾碎 包括他在内 船上的舞者惊恐呼叫起来 不少人还是第一次看到羽黄古地出手 先帝灵压炸裂 简直是恐怖 夜晨心中一领 与五瑶四女站起身来 手中握着轮回天剑 就准备迎击 但这个时候 风云二时捏了一个手印 整艘天舟居然一下变化 就化作了虚幻 羽黄古地的惊天大手 从虚幻的天舟中穿过 如同是穿过空气 并没能给天舟造成丝毫的伤害 幻想秘法 五无时空的手段 见状羽黄古地的声音 也是变得愤怒 想要再出手 破掉这幻想的术法 但风云二时动作迅速 已经驾驭着天舟 迅速离开了羽黄天界 在离开羽黄天界后 那天舟也从虚幻的模样 重新变成了真实 风云二时皆是擦了擦汗 一阵后怕 风使者向羽黄奥雪道 奥雪小姐 你们家老祖可真是恐怖 咱们差点就被他给抹杀了 羽黄奥雪微微一笑道 义父只是一心冲动 并无意冒犯两位使者 风使者点点头道 你和轮回之主 都是导主点名要件的人物 你肯跟我们走 我们两兄弟有个交代 感激不尽 说着便攻攻守 羽黄奥雪轻笑 那兵机玉谷的模样 在黑夜月光下 显得非常唯美 不知你们引导 邀请我和轮回之主过去 是有什么事情吗 风使者道 是要参悟 说到这里骤然醒悟 甘笑了一声 奥雪小姐想知道 等去了引导就明白了 羽黄奥雪笑道 只怕我去了引导后 就再也回不来了 风使者没有再激化 与云使者驾驭着天舟 一路驶出太上世界 就穿入了一处隐秘的世界里 这片世界是一处笼罩着迷雾的海洋 到处弥漫着神秘的气息 叶辰仔细感应 发现这片迷雾海洋世界 四真四幻 居然没有具体的坐标 好像是幻想中的世界 现实根本不存在一般 羽黄奥雪 叶林渊 张清宇 还有诸多舞者 也是感到这片世界的诡异 皆是戒备起来 天舟落到海洋上 在迷雾之中行事 诸位请好好休息 明日将有三道考验 等待着诸位 风使者道 叶辰心中一灵 看来想去引导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困难 居然还要通过什么考验 他定了定神 便与五瑶四女 在甲板上休息 五瑶和叶洛尔 都想与叶辰亲近 叶辰无奈 只得左拥右抱 拥抱着两女休息 夏若雪和胃影 则是带着笑容 依靠在左右 诸多舞者们 也是调息休养 为明天的考验做准备 匆匆一夜过去 天舟已经驶入大海深处 这里的迷雾更为浓郁 空气里弥漫着压抑的气息 一阵阵撕天裂地的咆哮声 从远方的迷雾里传来 不时有一头头 巨大猙獰的凶兽身影 在迷雾中浮现 令人恐惧 船上的舞者们 都醒了过来 感受着周围危险的气息 皆是戒备起来 风使者站在船头上 见众人醒了便朗声道 诸位 今天你们想去引导 必须经过三道考验 看到迷雾中的凶兽了吗 那些凶兽 大部分是幻想的造物 极其凶残 这第一道考验 便是从凶兽的爪牙下 存活下来 他话音刚落 身后哗啦一声海水爆炸 一头猙獰扭曲的凶兽 显现出了身影 这头凶兽 绝对不是现实世界的造物 因为身形极其扭曲 言语无法形容 气息极其的恐怖 凶兽咆哮 猛然抽出一条粉色的触手 越过风云二世 向着船身上的舞者拍去 这凶兽似乎有灵智 没有攻击风云二世 只需伤害船上的人 船身上 有几个舞者猝不及防 被那凶兽触手击中 当场发出惨叫 被打成了重伤 左侧船身下 海水深处又冲出一头凶兽 舌头一卷 就将那几个重伤舞者 全部卷到口中 大口嚼碎吞噬下去 最后这两头凶兽 又迅速地沉没在海水里 只看他们的庞大身影 在海水中若隐若现 不知什么时候 还会冒出来令人惊悚 众人看到那些凶兽 来去如风 如此凶残的模样 皆是颤力 这三道考验 只要有一道过不去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你们现在可以选择退出 但还是老规矩 必须把收到的好处 全部吐出来 风诗者大声道 众舞者皆是胆寒 却无可奈何 也只能硬着头皮 接受考验了 所有舞者抽出兵器 祭出法宝 灵气运转 提防着凶兽的袭击 叶辰 叶林渊 与黄奥雪 张清瑜等人 倒是没有多少紧张 因为这些凶兽虽然可怕 但还伤不到他们 都靠过来 节省体力 不要浪费 叶辰向武摇四女招手 脚步一踏 就照出轮回天国 在船身上展开一个轮回世界 这时大海之中 一道道水柱冲起 水花爆裂 一头头凶兽 从海底下冲出来 张牙舞爪 大声地嘶吼着 向船上的舞者发起攻击 甚至有不少凶兽 直接冲到了船上 要大开杀戒 叶辰与武摇四女 在轮回天国里面 悠然自在 默然看着周围的厮杀景象 那些凶兽 无论如何肆虐 都无法突破 轮回天国的防御 在一片血腥的世界里 叶辰的轮回天国 仿佛是极乐净土 不染仙尘 周围的舞者们 则是惨烈与凶兽搏杀着 不少人受伤死去 那些凶兽 也有不少被杀死 但没有尸体留下 所有凶兽死掉之后 就化作流光消散了 这些凶兽 实际上是幻想的造物 来自引导导主 隐胜的幻想 即便死去 也不会有尸体留下 只会重新归于幻想 而新的凶兽 又会从新的幻想中 诞生出来 简直是无穷无尽 眨眼间 至少有数十个舞者 死在了这些幻想凶兽的爪牙下 轮回之主 救命 我愿归顺轮回 求轮回之主庇护 许多舞者都恐惧了 看到天国中的叶臣 就好像是看到了至高神明 纷纷向着天国跑过去 希望能得到庇护 叶臣在天国之中 身躯金光喷勃 仙气万千 即便外界鲜血杀戮 如何惨烈 都不会影响到他 这些幻想的凶兽 还没资格伤害到他 看到诸多舞者冲来 想要寻求庇护 叶臣眉头轻皱 在天国边界布下禁法 禁绝一切人靠近 所有靠近天国的人 都被无情地弹开 叶臣哥哥 他们好可怜啊 舞瑶于心不忍道 不要轻易沾染因果 叶臣平静道 好吧 舞瑶有些无奈 但还是听从叶臣的话 没有做出任何大发善心的举动 默默低着头 与皇傲雪那边 则是借助着冰云古灯 打造出一个冰雪领域 也是轻松挡住了凶兽的袭击 叶臣渊单臂迎风而立 不见他有丝毫防御 但他身上散发出的准仙帝气息 却让所有凶兽都不敢冒犯 还有剑门长教张清雨 祭出一滴眼泪形状的漆黑水滴 魔气喷勃 幻化出一个天魔领域 那漆黑水滴 显然是天魔星海的能量所化 极其恐怖 所幻化的天魔领域能创生天魔怪物 有凶兽袭击过来 张清雨立即催动领域 创生出天魔 与凶兽对抗 自身不受丝毫的伤害 叶臣点点头 看来这第一道考验 他和叶林渊 宇皇傲雪 张清雨等人 都可以轻松通过 骤然 天上迷雾之中 风气流转 空间扭曲 一尊人形身影 出现在天上 那尊人形身影 并非活人 而是一道战魁 浑身皮肤 弥漫着冷静的金属色泽 眼瞳空空荡荡 没有一点活人的感情